我们这个整个的主题 我们称为生命性格的改变 那弟兄姐妹们 我特别要来讲一下 生命性格的改变 才是属灵的长进这个观念 我们对所有的人来讲 是非常非常难的 为什么呢 因为生命性格的改变的本身 当主耶稣基督在带着 十二个门徒在的时候 我们试着思想一下 这些门徒见过神迹 见过耶稣 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 大麻风的洁净使人复活 按照我们的观念来讲 这些人应该很快的 因为主耶稣这些事情 他的生命就改变了 但是我们发现 犹大的贪婪没有改变 他因为自我的关系 他最后就把耶稣卖了 彼得他能够在最后的时候 三次不认主 那我要必须跟弟兄姐妹说 这里面就提到 我们千万不要小看 这种生命性格改变的 那个过程 那个过程不是 是我们每一个人想象中的 很简单 其实非常不简单的 而且圣灵 神也提醒我 当门徒们信主了 以后耶稣复活升天 大概在公元三十年左右 后来写的第一卷书 马可福音 应该是叫做彼得福音书 因为是彼得告诉马可 让马可写下来 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 彼得大概在公元五十多年上下 他写了第一卷的马可福音书 你想想看 这有二十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 从耶稣复活升天 到第一卷福音书下来的时候 我们看见了 门徒酝酿了二十年 他们才去写 有关耶稣在地上的事迹 以及教导 我自己非常的相信 在那个过程的中间 我们有许许多多 当时的弟兄姐妹 他们一定跟彼得讲说 告诉我们一些耶稣的故事吧 那彼得呢 也说了 十二个门徒 包括马提亚 也说了 在这个整个的过程的中间 我们深深的知道 他们不断的在说 在说的中间 他们就想起 耶稣对他们所说的 他说圣灵必让你们想起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来 那他们在这二十年经历的中间 从第一卷福音书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 他们不断的在教导中间 告诉别人有关耶稣的事迹 在这个中间 他们慢慢慢慢想起 耶稣话的作用 慢慢慢慢明白 耶稣当时讲那句话的功效 或者说那个引导 那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后来看见 后来彼得写彼得前后书 或者老约翰使徒 约翰写的约翰一二三书 启示录 约翰福音 我们都看见一个果效 就是他们生命有极大的改变 我们千万不要把中间 那个几十年的时间 把它忽略掉 以为说他们一信耶稣 耶稣复活生天 他们就变到了 后来写约翰福音 约翰一二三书 启示录的约翰 然后彼得就 一下就变成了 写彼得前后书的彼得 如果我们这样看 其实我们觉得 我觉得我们看错了 他中间有 好几十年的时间 他们生命改变 好几十年的时间 他们在面对他们自我的软弱 然后靠着圣灵 把神的话提醒他们生命 然后他们做了改变 如果我们开始用这样的观念去想的时候 生命性格的改变才是属灵的长进 这个观念 我要弟兄姐妹知道 其实诗篇里面 特别提到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那这里面其实就提到两个作用 一个是 路上的光 也就是说引导我们去那个目的 脚前的灯是引导我们今日的改变 那耶稣又告诉我们 当圣灵来的时候 他要我们想起神的话来 那因此我们就开始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这个观念就是说 当你今天 你我今天在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 那个话语会中到你的心里面 会进入你的心中 就像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 他会进到你的心中 他进到你的心中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心是被主所经营的 他就会在我们面对那个事情的时候 或者那这个事情发生的当儿 圣灵就让这个话变成我们脚前的灯 以至于我们看见 哦原来神让我经历这件事情 要经历这种生命性格的改变 是要神要我对付这件事情 那这个过程里面就叫做脚前的灯 因为圣灵要把神的话 在我们心中点亮 使我们有生命的光 然后我们把这些光不断的在遵循学习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个脚前的灯是要引到路上的光 也就是引到最终的目的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样一个想法的里头的时候 我们来看生命性格的改变 一定要加上时间 或者说我们对于别人一定要加上耐心 因为我们通常用那种错误的观念在读圣经 我刚刚讲了什么错误的观念 就是我们读彼得的时候 以为彼得耶稣复活升天 啪他就变成了彼得写前后书的那个彼得 其实没有的 那经过最少几十年的时间 最少几十年的时间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 如果主的门徒 他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这些门徒都是见过耶稣 亲眼看见 亲手摸过 亲耳听过 然后他们才逐渐的改变 我们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耐心失去了 以为今天 现在 或者才刚讲完到 我的先生 我的太太 或者我的童工 我的牧师 谁就应该改变 当我们用这样的观念 其实我们就会失去爱 因为爱是很丢人来 我求神帮助我们 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时候 我们知道一定要加上时间性 好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我们所讲的生命性格的改变 才是属灵的长进 这件事情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 可以跃人的眼目 其上的果子 好做食物 圆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三恶树的树 第二段圣经同样是在创世纪二章 那后面一点 我们一起来读 请 耶和华吩咐他说 圆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三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能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那弟兄姐妹 我想说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的神吩咐我们不可吃 三恶树上的果子 可是你要知道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 然后呢 长出来以后 他们就开始结果子 那这里面 就其实提到一个 我们要吃一棵树的果子 我们必须有一个 我们时间的等待 也就是说 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讲 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 其实我们都在浇灌一个原子 有一点像在浇灌一个原子 而浇灌的那个原子当中 因为我们有生命性格 所以我们就种 好像种了很多的树 有一些树是酸的 那水果是酸的 有一些是苦的 有一些是甜的 有一些是中性的 有一些是水多 其实我们都在用我们的生命 在浇灌一些 然后我们就吃那个果子 那其实今天这个世界上面 在讲因果论的概念 你种的是什么 你收的就是什么 那这个概念其实是 神力下的法则 这不是佛教 不是印度教 他们所讲的因果论而已 其实这是所有的世人 在做神 给我们人智慧的观察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看见 那在这样的观念里面 你看见每一棵树 它长起来 然后就产生果子 长起来就产生果子 而我们人呢 就吃我们生命性格里面 而我们浇灌的 然后就吃那个果子 所以慈爱的人 我们就吃那个神 给我们慈爱的果子 如果我们是一种小气的人 所以小气的人 神就用小气带他 那我们就吃那种小气的果子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周遭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 大概基本上都反映着 我们性格的一些 过去的经营 跟现在我们得到的结果 我们如果开始建立这样的观念 所以神的话进来的目的 是要开始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生命出了问题 那我们的生命出什么问题呢 今天我们在念这两段 创世纪二章九节 到创世纪二章十六节十七节 这两段圣经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神给我们的启示当中 圣经告诉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两种果子 有两种果子 一种是生命树 它长出生命的果子 一种是分别善恶的树 它产生善恶树的果子 然后我们的神 其实在告诉我们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请注意 善恶树 它要长果子 我们才会吃 所以那个善恶树要长出来 会变成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 那是一个过程的 那不是突然间长出来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弟兄姐妹 你我 我们会去选择善恶树上的果子 我们会去选择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们一直用我们生命的性格 在浇灌那件事情 那你说什么事情呢 我们今天要把这个事情 稍微分辨一下 你知道我们的神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吃生命树上的果子 请注意生命树是一个观念 生命树的果子是另外一个观念 生命树本身在很多的地方都有启示 可是生命树的果子这件事情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奇妙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果子 生命树的果子 这个果子 本身只记载在创世纪和启示录 也就是说 第一卷书 圣经的第一卷书 跟圣经的最后一卷书 它才出现了果子这个观念 当我们讲到生命树的时候 你要吃那个果子是什么意思 我们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生命树的生命这个概念 其实它在讲到 当你我的生命 你我的生命 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我们产生一种支持生命 也就是说 我的生命跟别人的生命在一起的时候 我是一个支持生命的 什么叫支持生命 就是我们上面讲的 你使别人的生命得到更新 使别人的生命得到复兴 使别人的生命得到丰满 这个时候 其实你就在养这个生命树的果子 也就是说 你在栽培生命树 在慢慢要得到生命的果子 亲爱的兄姐妹 那这里面 我特别提到果子不是立即出现的 果子是浇灌长出来的 所以当我们的生命跟别人的生命 彼此在相交的时候 然后我的生命跟别人在一起 然后它就得到更新 它就得到复兴 它就得到丰满 这时候 你我的生命 就是在浇灌生命树 然后在一段时间以后 它就会长出生命树的果子 有一点像 耶稣把种子撒给 十二个门徒 后来犹大 加利尔人犹大放弃了 他放弃了以后 他就吊死 可是其他的十一个门徒 再加上十一个门徒所影响的 其他的人 再加上玛提亚 后来再加上保罗 当他们的生命被主得着了以后 然后他们就必须用他们的生命 神给的生命去栽培这个生命树 那这个生命树 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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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己生命的里头 他们没有放弃 他们逐渐在成长的中间 凡是遇见他们的人 他们都发现他们的生命得着更新 复兴 丰满 的 触动 然后他们也改变 然后慢慢慢慢的 你会发现保罗跟 其他的十一个门徒 再加上玛提亚 十二个使徒 他们慢慢的 就会因为他们的浇灌 然后从别人的身上 就吃到这种生命树的果子 所以 我们如果用这样的观念来看 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 跟创世纪 跟启示录讲到 那个果子的概念的时候 你要知道 在创世纪里头 神 其实期望人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 当时的果子已经长出来了 神是期望人可以吃 但是人 亚当夏娃 他们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 很可惜 但是等到 到了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发现 这个生命树的果子 是给得胜者吃的 那得胜的就必吃生命树的果子 它是得胜者的赏赐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如果想要吃生命树的果子 我们除非用一件事 用一个态度在主面前浇灌这件事情 浇灌这个生命树 我们才有可能吃那个果子 所以我们必须顺服圣灵 效法基督 我们才可能在你我的生命里面 开始产生正如彼得 他们刚开始跟随耶稣 然后他们的生命被圣灵所管制 管制了以后 神的话在彼得跟其他的使徒中间 就产生一个脚前的灯 这个想法 那这个脚前的灯这件事情 他们就开始做自我的调整 他们必须顺服圣灵的管制 他们必须以在主的面前 那个话语的对付为脚前的灯 然后他们慢慢就会发现 整个生命的对付 是朝上录向的光 而那个光就是效法基督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头 我们因着圣灵把神的话解开 产生了亮光 因着人愿意顺服圣灵的态度 我们其实就走上路上的光 效法基督的这个光 然后我们的生命就改变 在这个改变的过程里头 我们是属于浇灌的生命树 我们的生命因为这样的学习 然后慢慢慢慢这个树 在我们的生命中间 就会使遇见我们的人 更新 复兴 丰满 然后我们就发现 我们就有一个得胜者的奖赏 那就成为果子了 那如果这样讲 弟兄姐妹概念应该是清楚的 好 那我们如果来讲 分别善恶书上的果子 这个事情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分别善恶 其实是由三个字所形成的 它原文是三个字 那第一个字叫分别 它本身所强调的 是智慧 知识跟洞察力 听起来非常的好 我也觉得很好 智慧 知识跟洞察力 善呢 它讲到的是喜乐 美好 负价值 也就是我们对于喜乐的事情 美好的事情 跟负价值的事情 应该有那个洞察力 而恶呢 是指着坏 不合意 邪恶 那简单的讲 这三个字 分别善恶 这三个字 它其实是在讲到一种 对于好坏 美善 邪恶 价值 或者是坏的东西的一种洞察力 智慧跟知识 这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 我们读圣经去查原文的时候 我们一定觉得 这里面分别善恶 好像没有不对 但是我们扪心自问 是这样子吗 也就是说 这个分别善恶 是这样子吗 其实如果我们去探究 这件事情的根源 我们会发现 分别善恶 它的问题 都不是在字面这个意义 就是说 能够有智慧 知识 洞察力的去分别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什么是喜乐的 什么是不合意的 什么是邪恶的 什么是美善的 其实那个问题的根源 不是建立在 分别善恶 这件事情的字面意义 其实不是的 它的根源问题 它是建立在 上帝吩咐我们不要吃 也就是说 这个根源性 它是建立在 人违背了神 不顺服神 而想获得一种知识 一种自己觉得 好像可以判断的能力 是的 当人不顺服神的时候 圣经其实在告诉我们 那分别善恶的整个的概念 是以人的自我为中心的恶 我们一定要去注意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里面讲到 当我不是以神 或者说我不是以顺服神 我能够透过神的教导 来明白善与恶的时候 我想透过知识 我想透过自己的智慧和洞察力 去分别的时候 其实我们人就迈入了一个恶 那个恶叫做自我中心 圣经里面讲过一个恶 它说我们众人都偏行己路 其实偏行己路 就是以人的自己为中心的一种恶 是的 善恶数的过子 其实我们自己刑查 就发现我们有自我中心 我们有律法主义 我们自以为义 或者说我应该这样讲 我们觉得我们是对 别人是错 我们是好 别人是坏 我们大概必须先站在这个角度里头 我们才会去做这种判断 所以我们所有建立的那个概念 是以自己的安全 就是说不要伤害我 你如果一伤害我 我就要抵挡 要么我就反击 其实我应该再加上逃避的 我们许多的事情 其实我们在那自我中心 在律法主义跟治愈的里头 我们这个人所有做的判断 大概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安全感 以及要么我抵挡 要么我反击 要么我逃避 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反应 那这些反应的里头 跟神的旨意 跟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记不记得 当约瑟被哥哥卖了以后 看到哥哥们来到埃及敌粮 他要来买粮食 当约瑟看见哥哥们的时候 他做了把哥哥分开来 然后哥哥们讲亚兰话 约瑟是讲埃及话 所以他听得懂哥哥们讲的 那个亚兰的图语 听完了以后 哥哥们自责 约瑟就跑去哭了 我必须跟大家讲 这里面其实充满着那种 情感情绪的矛盾 也就是说 约瑟在面对着哥哥们 卖他的这个事实 他心中是愤恨的 可是等到你读到 创世纪第五十章的时候 约瑟跟哥哥讲的话 我们就发现 他说你们过去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那弟兄姐妹们 在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 我们就会发现 当人以自我为中心 去考虑我们周遭所有的事情 虽然我们有智慧 有知识 有能力 我们却可以发现 这件事情的好与坏 我们用着自我的安全感 做抵挡反击逃避 我们在思考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在这个事情的中间 我们都没有考虑到神的执意跟计划 神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 神为什么要让这个人出现在我面前 神为什么要让我得这个病 神为什么 其实我们太少的人去考虑这些事情 我们都以我们眼前所思考的 来作为评断一件事情的善与恶 来作为考量 这时候我们的生命 其实就不容易跨进去神的国 或者神的旨意计划 所以弟兄姐妹们 当与人用着神所禁止的方法 来增加自己的知识和判断 请注意 分别善恶 这件事情是神禁止 用人所获得知识判断 也就是简单的说 在我们信主之前 当我们要去 为一件事情定好坏 去判断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当时就是属事的 我们就是属血气的 我们跟属灵的福分没有关 我们能够做的 所有的知识跟判断 其实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那在这样一个 没有神的拯救 没有神的救恩 没有圣灵的光临到的时候 其实人是效法了魔鬼 以己为中心的 当圣经 以赛亚书14章里面 提到魔鬼的时候 他提到我要 我要 我要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 魔鬼的堕落 是以我要 为中心的 那弟兄姐妹 我们反过来来看 今天 这个事局 我们所存在的 你不觉得 不仅是人 连国家 都是以我要 为中心的 当我们看见 德国 把飞往瑞士的 那个口罩 就扣押在德国 我要 他不管你 你买的 我要 这是国家 那我呢 我们也进入我要 我要 当这种 以我要 为知识 为判断的时候 亲爱的兄姐妹 我们就效法了魔鬼 我要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这就如罪 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 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弟兄姐妹 人在没有得救之前 我们的人 这个人 他那个人的意思 就是软弱 那我们要知道 这个字 就是创世纪里面 人的那个意思 就是软弱 软弱 这个软弱的人 他是会被引诱 进入犯罪 或者我们的身体 会被驱使 去犯罪 当我们没有神的光 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 我们就是这样 亲爱的兄姐妹 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们就发现什么 我们发现 当圣灵 我们得到救恩 圣灵 在我们心中 他要使神的话 进来 进来是什么意思 好 你今天 你我今天都看见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我们都是这样的人 是一个容易被罪驱使 进入犯错 犯罪的一种软弱的人 那当我们内心中 明白这一段圣经的时候 好 我们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面对所有的挑战困难 从人而来 从事而来 从自己而来 从家人而来 我们在面对的时候 明知道 我们这个人会在罪性的底下 就趋向于 以自我为中心的判断 你说难道错了吗 没有错 没有错 你的判断怎么会错呢 但我的问题 不是你 你我的判断 我的问题是 神的质疑是什么 我不知道 弟兄姐妹 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就是今天在教会里头 今天在自己的家中 今天 自己的先生太太 儿女 父母 朋友 教会的弟兄姐妹 同工牧师 长老 然后到周遭所有的事情 我们真正的 非常非常的 安静下来 我们问主 主啊 你把这些事情 给我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我们 会像约瑟一样 挣扎 看见哥哥的时候 跑出痛哭 因为多少年来 这么多年来 就是因为这一群哥哥 他不能够跟家人相处 亲爱的兄姐妹 你知道 我必须承认 我们都有这个问题 难处软弱的 谁没有呢 我当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怎么可能不愤怒呢 但是 今天你我都属主了 已经信主了 我们怎么可能 让自己 用着人的软弱 这种人的软弱 是会被引导 进入犯罪的 会被罪所驱使的 这个软弱 成为我可以犯错的借口呢 我们已经信主了 所以这个事情 如果我们 不深深的被圣灵光照 脚前的灯 不让他点亮 我们怎么可能 会知道 我们现在在 我们的问题里头呢 所以 我们在主的面前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来学习 我们需要来学习 就是我怎么样 靠着神 靠着圣灵 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可以 开始来做改变 只要我们做这样改变 我们这个人 我们这个人 就不会因此 活在神的震怒之下 产生叹息的人生 摩西的祷告 我们都在你的震怒之下 我们度尽的年岁 好像一生叹息 我们已经看见 这就是人 也就是说 当我们不去问 神的旨意计划 神在我们身上 到底有什么代理 我们都不问这个的时候 而我们只是用 我们天然人的性格 然后我们一直在做 这种反应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我就在 用自己的生命的特质 在浇灌着一颗 神将来对这个事情 愤怒的树 因为 背腻的人 神已弯曲待他 背腻 我们这些乖妙背腻的人 不顺服神的人 其实我们就在浇灌一颗 将来要吃神震怒的果子 跟我们自己人生叹息的果子 如果今天这个话 放在你我的心中 也许今天还不会发生 我们觉得很重要 但是有一天 圣灵就会在某一个人的身上 就点亮这个光 过了一段时间 又在那个人身上 点亮一个光 那这个过程就是脚前的灯 所以我不会期望 我们今天加入的人 每一个人 那个光都会被点亮 其实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圣灵有他工作的时间 但是我们被点亮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去顺服神的旨意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注意 在雅各书 我们一起来读 来 私欲既怀的胎就生出坠来 坠迹长成就生出死来 我们发现 它是有过程的 怀胎 出生 长成 这里面其实在告诉我们 当我们不断地在做一些反省的时候 我们在做一些学习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在这个光景的里面 好 我要准备把时间开放给弟兄姐妹 让我们大家都可以来讨论 好不好 好